今天為什麼要叫我坐在這裡 今天要來聽聽老闆的故事 哇 我的故事應該從20歲到31歲 這10年的故事 我有在很多的訪談節目講過 但是都被切切切 就大家只知道我以前是做 污水處理場的公務員 什麼之類的 但其實我都有講過 但是因為講下來太長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要用啊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我 但如果今天你想要了解我 今天就可以把這10年濃縮成 這支影片 其實我是高中畢業 因為我當初是一個很仇富 很仇富的人 非常仇富就是朋友家裡有錢 反正就是酸他啊 什麼之類的 我以前非常仇富而且還月光族 然後還負債 我高中的時候就開始仇富了啊 因為我是私立學校 念私立學校的在以前 就是有錢人 我是因為成績差 沒有學校可以念 我念的是起因高中 在桃園的中立 起因高中那時候是很多很有錢的人 拿著手機就一個比一個好啊 我就會堅持說 那什麼跟風啊 就像很多人現在有品牌迷思 有些人會覺得說 用iPhone就是品牌迷思 他也沒有比三星好什麼之類的 我就是屬於那種人 然後人家騎檔車 騎那個KTR 我就覺得說 沒事騎什麼檔車 沒有車廂啊又麻煩 對啊我就騎一台小綿羊 我就說車子可以騎就好了啊 所以非常的仇富 那時候只要有人比我有錢 我就會嗆他 我那時候是非常道地的仇富 到後來出社 我沒有念大學啊 因為我也是仇富啊 沒有錢念 但是硬要有面子啊 我就說讀大學有什麼用啊 那種不讀大學也可以賺很多錢啊 欸你不講你那個 後來轉去逃農的故事嗎 起因高中不是休學 是被退學 因為以前年少輕狂要幹壞事嘛 就打架啊什麼之類的啊 弄教官啊 被退學 然後我媽就說 好那你被退學這一年 你要不要好好讀書 然後考一個好的高中 我說不要啊 我就去肯德基工作 工作將近一年 在十幾年前 那時候的時薪就是77塊 超商啊或者是什麼素食店啊 薪水就從77塊開始 也存不到什麼錢啊 那個就大概 一個月就 大概一萬八兩萬塊的薪水而已 有一次我媽就說 一年了你要不要去念高中 不然我只有國中畢業 你是哪時候被退學啊 高一 高一就被退學 對 高一就被退學 我那時候 我就不愛讀書嘛 我就想說我要賺錢啊 我想要買 跟你家一樣的手機啊 對啊 那雖然仇富 但是愛面子啊 對啊 仇富就是這樣嘛 就見不得人好嘛 自己也很想要 我媽就說 拜託你重考啊 我就跟我媽嗆了一句話 我就說 除非你買機車給我 因為我那時候還騎小綿羊 我才十五六歲而已 我就騎那個五十星期小綿羊 我也想要有那個 跟大家一樣流行的機車啊 我那買機車給我 我就去讀書啊 家也沒有那麼有錢 我媽把她存款 五萬塊拿來買我的機車 她就變了一個人 因為我那時候 一家五口 存款只有十萬塊 她就撥五萬塊讓我買機車了 然後她就禿頭了 圓圖 圓圖就是 在壓力大 情況下 會掉頭髮 但她會長回來的 就壓力一沒有 就她長回來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 我也太過分了吧 就覺得怎麼讓媽媽變成這樣 再還沒有禿頭前 我拿到機車 我也沒有去讀書 我也沒有去報考 我就跟認識的朋友 改裝機車啊 什麼這些 肯德基賺來的錢 就拿去改裝機車什麼之類的 後來我就看到我媽 就是整天變得越來越奇怪 怎麼會禿頭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有氣無力 就是沒有神那樣 後來我才意識到說 好像真的是我害的 我就跟我媽講說 好媽我現在要下定學生 我要考一個好的高中 我就每天念書 課外讀悟 不是課外讀悟 就是 跟朋友還在上學的人 跟他借課本啊 借平良啊 然後自己進修 一邊辦公辦讀 後來結果就 考進桃園農工 公立的 從一個最失利的 考到公立 那個真是要 發奮圖強 但是 好我進了這個桃園農工 我媽安心了 頭髮也長出來了 我繼續改車 繼續工作 一樣過快學生的生活 然後也是打架啊 被寄兩大過兩小過 差就是last door 再一小過 就整個又要在那個出局了 我就好 最後高三那一年 就穩穩的當班長 你當過班長喔 為了要 將功贖罪 功夠相敵啊 然後順利的把高中念完 好 那接下來就是繼續 改裝機車 一直改 出社會嘛 找了工作 然後也在改機車 工作就是月光 買自己的手機啊 然後改自己的機車啊 也不會給家人 對 然後在20歲的時候 買了一台汽車 叫做Tierra 那台車賣20萬 但其實那台車大概 六七萬就可以買得到 但是 剛出社會不懂嘛 就我每個都想要比別人下趴 然後那時候還是很仇富 我朋友在開那個B&W 我還說 B&W有什麼好的東西啊 被車禍也不是一樣撞死 什麼之類的 我那時候非常非常仇富 其實就跟現代的酸民一樣 就是見不得很好 然後就一直講一直講 直到有一天我 騎著我那台 改裝非常厲害的 Auto bike 騎在路上 被一台奧迪TT刷過去 我就想說 媽媽這家裡一定是有錢人 一定靠爸爸 什麼之類的 因為奧迪TT那時候才剛上市 所以很行 一看就知道是行車 然後我就覺得說是年輕人 我就 邊騎車 然後邊淋著魚 然後一直撅他 說富二代 有什麼了不起啊 什麼之類的 過年回到宜蘭 跟我媽媽講說 那些開名車的都怎樣怎樣 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你可以羨慕別人 你可以嫉妒別人 但是不要罵別人 他說你要把你的 嫉妒跟羨慕轉為力量 讓自己也可以得到那些東西 自從聽了這句話 我自己想也對 我覺得我不能這樣一直講別人 因為那只是掩飾自己的不安而已 就是你罵別人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 就是你的仇富 只是顯得自己無能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要奮發努力的向上 我要賺很多錢 因為朋友關係 進了一個工作 一個月三萬八 廢水處理場 跟一些朋友在外面租了一個房子 又買了一支新的手機 叫HTC的 什麼碗 忘記了 然後就拿來錄影 就錄室友啊 錄我啊 就是當初看到的那個 整清心電源的影片啊 然後或者是 GPS語音系統啊 因為那時候電腦 沒有那麼多的記憶體 但那時候又流行臉書 所以我就想說 既然不能存在電腦 那我把它存在臉書裡面 就是上傳後 你就不會有那個 記憶體的關係了 睡一天起來 哇怎麼 粉絲團變成兩千多人 反正就是這樣 一夜之間爆紅啊 啊就再不忘了就 其實這是隨便取的 喔那時候已經有 我原本要按一二三四五耶 對啊 因為我沒有想過 我要當網紅啊 我不像現在的人 他們是想當網紅而做網紅 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我把我自己無聊拍的影片 就是可以上傳到上面 至少我可以看 因為電腦記憶體就不夠 然後三千多人四千多人 到一萬多人 大家都說我是網紅 嗯 因為在我之前就是有 蔡阿嘎 鯉魚哥這群人 喔 就沒了 嗯 對然後我就是 在那時候出道了 2013和2014年 就開始越來越多人回應我啊 然後粉絲團也越來越高人啊 就是臉書的 我就愛上那種拍片的感覺 我覺得我那時候 隨便拍隨便有人笑 隨便有人捧場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 網紅崛起的年代 我說網紅崛起是 不是說很多人加入網紅 是網紅 假如說我是網紅 對網紅這名詞 我就是網紅 所以我拍的影片大家都會看 那也是一樣會有酸民那些東西 那那時候就開始非常的大頭症 有酸民我就一定嗆 絕對嗆他 然後那時候大家不要覺得說 喔網紅有賺錢 那時候我FB粉絲是沒有分論的 也不知道有分論這東西 也不知道有業配這東西 對然後就一直拍啊 就反正累積越來越多人 20萬啊這樣慢慢上去 我在桃園發跡的嘛 所以我的桃園的粉絲會比較多 那時候工作就是有點走火入魔 我明明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一個月三萬八 但是我就是會翹班 然後就為了要去拍影片 上傳這樣 因為我很享受那種重心拱越 大家都在討論我的那種感覺 所以 你可以講你這個翹班的故事嗎 我那翹班的故事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巡視員 我工作很輕鬆 我只要巡視這間工廠的每個設施 它的有沒有到標準值 有的話就打勾打勾打勾 整天就這樣巡視 很輕鬆 那一個月週休日然後領三萬八 其實你工作做完 你要去睡覺啊什麼東西都可以 在辦公室睡覺什麼都可以 因為它主要就是要巡視這些 器材設備有沒有良好 那時候就是巡視完 然後我就跑出工廠 然後去拍影片 然後下班前回來打卡 我那時候是大夜班 越來越嚴重 就到後面連巡視都不巡視了 就出去拍影片 好回來打卡 有一天打卡 設備出問題了 然後他們又看到我自己勾選說 設備正常標準 後來他們就丟尖之氣 欸我那時候根本就不在啊 然後原來是跑出去拍影片 但是主管也人很好 因為那時候影片也是流傳大街小巷 他們也知道我是網紅 所以就說欸你要不要 不要用開除的 我就是讓你自己請辭 請辭 就是我自己離職 對阿我就選擇好我離職 他說你要好好的在這裡工作呢 還是你要去當網紅 我說我要去當網紅 所以就這樣好沒了工作 沒了工作那生氣怎麼辦呢 我當然是跟朋友借錢啊 幾千塊幾千塊借啊 當生活費 然後到後面就是一萬塊一萬塊這樣借 對阿 然後就為了... 都好好喔 對啊真的都好好喔 因為我都跟他們講說 我想要當大明星 可不可以借我錢 我現在沒得工作 他們都借啊 有一個朋友啦 他是直接借我十五萬 喔 與其說借我他不如說是他給我 他說 否則這十五萬你就拿去 然後他說我支持你 我很抗好你 然後我說我相信你以後一定會很有成就 我成功後再還他就好了 但這十五萬也很快就花完了 你看我有車貸嘛 阿我又要在外面租房子 其實很快就花完了 就覺得一切都是來自於你的價值觀吧 對然後後來我沒有錢 我還把我的車拿去當戶當 又借了二十萬出來 那三四個月我就負債了六十萬 那我就覺得完蛋了 但是我那時候粉絲團已經經營到三十萬了 突然有一個人秘我說 他有做一些手作品 可不可以讓我幫他廣告 那時候沒有業配這兩個詞 我說怎樣廣告 他說你就拍拍我的東西 然後上傳 他叫我開價 我就說那一則 我就很小心翼翼的說三千五可以嗎 他說好啊 我那時候價值觀還沒有變 就覺得說哇三千五百塊也太好賺了吧 就拍一支影片 不用到一天的時間 我就可以完成了 因為你在外面三千五百塊 你可能要在外面工作兩三天 對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好好賺 然後就開始陸續有人找我做廣告 因為那時候很多網路商店開始也崛起 因為網路發達年代 就是有那種客製化的枕頭啊 的那些小商品啊 或者是什麼臉部粉刺機啊 什麼之類的 一則三千五三千五這樣收 然後這樣一個月就大概可以賺個五六萬塊這樣 就慢慢還債 一路這樣慢慢的把這六十萬給還完 才開始賺錢 而且賺錢也賺那一點點 對 一直到我粉絲團大概有四十萬五十萬的時候 開始我想說我拍自己也拍膩了 我想說在外面找一些素人 跟我一樣有同樣喜好的人 來參演 對最一開始我其實有省略啊 一開始是找了淡淡啊 萱萱啊 要很老很老的粉絲才會知道 就是我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我會發現我與其當演員 我不如當導演 我喜歡拍別人 我喜歡塑造別人 所以那時候就找淡淡啊 然後萱萱啊 就一起加入再不妨就能死 然後我也簽了經紀公司 然後就一路這樣做 現在人家知道我是近一兩年才知道我 他不知道我經營這個頻道已經八年了 從我一開始怎麼起來的 我不是因為想做網紅而當網紅 是不小心的 這樣聽起來好討厭喔 對真的不小心當成網紅 但是你看我那陣子 那幾年是沒錢賺的耶 我還負債六十萬 完全是靠熱情 對完全靠熱情 在開始找人家進來之後 就開始拍別人 然後就開始寫一些劇本啊 就把自己當成導演 然後寫劇本 塑造他們 因為我很喜歡幫別人塑型 很多人會覺得說 淡淡私底下是不是真的是智障啊 笨蛋啊 其實不是人家多正常 只是我很喜歡塑造一個很鮮明的角色 馬上就可以很強烈的讓觀眾看到他的人設 那今天我怎麼會聊這個咧 因為我們講到老闆很想要去念大學 沒有我覺得我還沒講完耶 你還沒講完喔 我講了三分之一而已耶 喔 我做網紅哪時候開始賺錢 我跟你講YouTube也是這兩三年的產業而已 真的在網路上面賺錢也是這兩三年而已 那之前耶我經營這八年耶 前面五年了 後來我接觸到UP直播 那時候直播產業 剛星期我就接觸了 所以我做的那個UP直播 短短在三個月讓我賺了一百多萬 靠直播而已 不是靠什麼拍戲喔 拍拍什麼再不然就等死 那個都沒有錢賺 因為以前臉書根本就沒有錢可以賺 那你業配你也開不高 業配就是喔一萬塊兩萬塊這樣 那時期頂多每個月我最多啦 大概賺三萬五萬這樣子 因為直播有斗內這個東西 我發現喔也太好賺了吧 就三個月大概賺了一百多萬 我覺得其實你滿幸運的耶 你都是剛好在某些事情的頭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幸運 人家會覺得說啊我很有錢 但是你看我那時候賺那麼多錢 卻不是因為拍這些影片 但是別人會覺得說我拍這些影片有賺錢 但那時候又沒有Youtube 臉書也不會給你半毛錢 只是你的粉算很高啊 就一百多萬這樣子 直播賺了一百多萬 我就買了TT這台車 為什麼我會選擇TT 就是因為前面的故事 對啊也是因為什麼TT留那麼久 因為那在我心裡有相當的一個位置在 喔我以為是陰影 這麼好賺為什麼我不一直直播 有機會我覺得迷失自己 因為那陣子我都沒有在拍影片 接觸UP直播的時候 那時候挺挺包包本燙古拉 貝可宜那些都進來了 一個一個在外面找進來的 原本都是素人 他們不是本科的 我就問他說 欸有沒有興趣啊來拍片啊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抱著說 我自己只有提供名給你 我沒辦法給你錢 我就沒錢賺了 我怎麼給你錢 他們也有明星夢啊 想要被人家看到而進來 所以那時候拍了好多影片 都是筷子人口 古拉的改編這歌曲啊 我就說我喜歡塑造嘛 你看我就是連夜自己改編那些歌詞 然後就讓他唱 當然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古拉好強喔 什麼之類的 但我沒差 我不用去享受那些東西 我喜歡享受的是創作 那時候也沒有所謂的攝影師跟騙師 所以就是我寫腳本給他 然後他們演 我拍 我剪 什麼東西都我來 反正上傳到上面 大家就覺得很好看這樣子 大概在2018年的時候 開始流行Youtube啦 那時候就跟草爺他們合作啊 然後開始流量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啊 不管是我自己的風格 或者是跟草爺玩娃娃機 那時候可能剛好運氣好 被大家接受 好我賺到的錢怎樣呢 我就是 投資 我拿去投資 不是馬上就買其他車子 好我就存到一定程度 我就拿去投資 好 投資 有回很多錢之後 我拿去買了馬沙拉蒂 又存了一筆錢 又買了什麼 小牛 藍寶接你 反正就是 弄很多東西啦 那都是我自己賺的錢 然後公司賺的錢 那公司怎麼發 就不趕我的事情啊 但是我只知道公司 他把賺的錢拿去 請大家去義大利玩 然後就花得差不多了 很可怕耶 我們總共33個人去 然後又去歐洲 一個人平均大概十幾二十萬 對公司 我是覺得蠻屌的啊 總的如果說我賺那麼多錢 我也不敢給人家 帶那麼多人出去玩 因為我在影片上面的人設 就是太猖狂 所以人家都會覺得說 哇你就是靠Youtube賺了好多錢 然後可以買到這些車子 我就問嘛 那比我們更好流量的人呢 不只超跑了 Bugati了 好幾千萬 好幾億的車都有 只是人家沒有買車 人家買房子啊 但是好 如果以這樣來講 他們是要一棟一棟這樣買 所以我就說 流量不能代表一切啊 你要會用錢去賺錢啊 Youtube給你的錢 不足以讓你致富 怎麼講啊 就是人家會覺得說 我好像靠著Youtube賺好多錢 變有錢人這樣子 對啊 但是這個東西 我也沒辦法平反啊 你怎麼跟人家講說 你會投資什麼之類的 我試著講過啊 但是別人不相信就不相信啊 因為他們看到就是 螢幕上面的我很多人看 然後很多錢這樣 但這個東西也不用解釋啊 懂的人自然會懂啊 就是 假如說你們 你們都知道 比較常接觸我都知道 我在搞這些投資的東西 就知道我錢都是從哪裡來 我跟很多Youtuber也認識啊 他們也都知道 我大概賺多少錢 如果說一般人不知道就算 但一些Youtuber也會知道 他們知道我這樣流量 大概可以賺多少錢而已 對啊 就不會像一般的觀眾覺得說 哇 你拍這支是不是賺了十幾二十萬 不可能啊 怎麼可以 我覺得我最辛苦的那段時光就是 真的是有一餐每一餐啊 一個月賺不到幾千塊 然後我還要自己寫腳本 然後自己拍自己剪 我原本以前是一個很胖很胖 一百多公斤的 然後就因為爆肝 體重急速往下掉 掉到現在七十八公斤左右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你的成功大家看得到 但是沒人看到你 背後的那個付出 沒錢賺的東西 你怎麼會去做呢 我就是啊 就是你剛不是說你爆瘦嗎 那你的皮是這樣一直下來嗎 對啊 就會比較那個 就是鬆 對啊 我覺得我是賭下我的健康 因為那時候就是不眠不休 你看你們現在光剪片 你們就覺得累到爆 但是我那時候要拍 我自己拍喔 拍他們 然後要剪 要寫腳本 全部都我自己來 那是因為到後期公司有開始在賺錢 才開始請人 請剪接師 請攝影師 要分擔我的那個 對啊 一開始前幾年 前五年吧 都是這樣來的 然後又沒錢賺 我只覺得我喜歡這種感覺 我喜歡被人家看到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好累喔 就是怎麼辦 如果說那我重新再選擇一次 我選擇當一般人 這種壓力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理解 更何況 你成功也不是 你失敗也被人家笑 你成功 人家可能會覺得說 你大頭陣啊 然後你可以賺很多錢啊 然後就把所有的罪名 都灌在你身上 對啊 就像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遇到風波 因為我個性很直 我會直來直往 那時候會想吵 會想要證明 後來我發現 怎麼講都不是啊 所以我就選擇都不要講 我現在過著這個安逸的生活 我非常舒服 對啊 我就整天當個普通人啊 就是在家裡 然後跟你們在打打鬧鬧 然後也沒有說 不知道耶 我覺得這樣 反而不紅 讓我覺得很舒服 你看我在最紅的時候 會有狗仔羹啊 丟個煙蒂要拍啦 亂停車要拍啦 對啊 我現在到處大小便 都沒有人要拍我 我是喜歡現在安逸的樣子 對啊 然後也不愁吃不愁穿 因為我也知道要怎麼投資 怎麼賺錢這樣 所以這一路以來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 我那一個人在忙所有事捧別人的那個時光 那就是值得嗎 就是我把光環放在別人身上 我哪怕人家不知道我是導演 不知道我是剪的那一個 不知道我是寫腳本那一個 不知道我是拍的那一個 都無所謂 因為人家看這影片開心 我也覺得很驕傲 雖然這個人不是我演的 但我會覺得說他們看的是我的作品 我曾經問過自己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爸跟我講說 做自己最重要 人家要怎樣對你 那是人家的事情 你不要對人家怎樣就好 對啊 就是沒辦法 社會是一堆啊 你不只我們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你在別的 你出了社會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很刁鑽的事情 其實都大同小異 只是我們這種公眾能力 會被人家放大而已 所以這一定要講到 嗯 這就是我的經歷 這十年來濃縮 你剛不是有講到那個 你後悔沒有上大學的那件事嗎 喔對啊 因為當初就是因為仇富嘛 所以沒有去讀大學 你怎麼會覺得讀大學是 我就覺得那是有錢人讀的啊 我就覺得說 媽的有錢了不起喔 你讀大學 你以後又未必可以賺那麼多錢 我以前是很仇富的人啊 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 這些仇富人的心態是什麼 對啊 我那時候 我很想要體驗什麼叫大學生活 我沒有機會體驗 就算我現在回去念大學 已經不是那種初衷了 不是那種二十初歲的那種 心情在念大學 我現在回去念大學 那種想法都會不一樣 別人對我 或者說我對別人都會不一樣 因為我畢竟不是年輕人 對啊 就假如說啊 大家那時候很熱血騎著 新買的機車要跑山 我就覺得好累 我就覺得說 我可以開XXXX 就會被排擠你知道嗎 我已經經過這十年來的歷練了 社會歷練也好還是什麼之類 他們對機車來說很新鮮 對環島會有熱情 但我已經沒有啦 我就算回去念大學 我真的只能就是在那裡埋頭苦看 看書而已 那你知道怎麼還會迫 你還是想念大學 我是那個是一種 憧憬跟遺憾 就是我沒有經歷過那種大學的時光 就是因為那個心態嘛 仇富心態 所以我不去念大學 我自己念不起 然後說人家念大學 有病 對啊 就像現在有一些仇富的人會覺得說 用Apple手機幹嘛 平白咪屎喔 我用三星就很屌了 對啊 他就是見不得人家好 又自己要有台階下自己愛面子 那當然現在三星也很好啦 只是會有他們會有迷失 就類似 假如說你買賓士車 然後你朋友會跟人家說 買賓士了不起喔 什麼之類 那其實他們自己也很想要 只是自己買不起 那個仇富心態我自己最了解啦 別人也沒有覺得很了不起 是你自己覺得別人了不起 剛剛不是要講到那是什麼 大學生活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念做大學的人 對啊我就覺得說 哇大學怎麼那麼好玩啊 還有社團那些東西 那你們在念大學那四年的時光 我就在外面做什麼 汽車美容啊 做加油站啊 做7-11 什麼工作都做過 我就屬於不喜歡被人家管的那種 所以我就是上班上到一半會翹班 或者會自我覺得委屈的那種 我加油站我記得是做了一個禮拜啦 然後7-11是做了半天 那時候7-11時薪也是77塊 然後做到一半然後店長就說 好來你現在去冰飲料 有做過7-11都知道 他後面是冰箱 反正就在冰箱裡面補飲料 這樣一直補 那時候我覺得好委屈 怎麼在那麼冷的情況下在那邊工作 到了中午休息 然後店長就跟我講說 欸不用出去買東西吃 我們這裡有集齊品可以吃 我那時候我就覺得說我受侮辱了 為什麼我要吃過期的東西 自補一丟就跑出去 但其實那時候集齊品大家都知道 只是快 就還沒到齊 只是說你不要浪費 那時候把姿態放很高 你知道這仇富人的人 他的想法都跟大家不一樣 現在有集齊品幹嘛不吃 現在你要吃人家也不給你吃欸 因為人家要報銷啊 那時候是隨便你吃快過期的 你就可以趕快把它吃掉 還可以帶回家 那時候就覺得很委屈 幹嘛叫我吃那個快過期的東西 做過加油站也是啊 喝牛奶 我不敢喝牛奶 但是我那時候做加油站 他說你要喝牛奶排毒喔 我就覺得說 我不喜歡喝牛奶 你一直要逼我喝牛奶 那不喝就會中毒嗎 他就說比較容易 我就不錯了 做過很多種工作 一年換二四個老闆都有機會 發傳單的啊 我就發一發 我覺得好累喔 我就回家了 我跟你講我不是草莓 我很敢幹 我那個自尊心很強 我有去工地做過啊 我就問我朋友說 有沒有一天可以領比較高的薪水 他說有 來一千五去工地 一千五很高欸 因為我們那時候時期 一小時是七七啊 一天可以領一千五很高 我就報名 我去 隔天他叫我推一個三角車 我都推不好 然後壓到自己的腳 我就不錯了 你知道我說的那個三角車嗎 你知道我家有 其實他不好立起來耶 那個要有技巧啦 然後我就一直 東倒西倒 然後上面是在磚塊 倒下來 然後磚塊砸到我的腳 我就跑掉了 那我也沒領到錢 我就換另外一個工地 我還沒放棄喔 我只是覺得說 那個工地叫我推那個東西 我不要 因為我們那時候 講難聽一點就是臨時工嘛 好我就到另外一個工地 我真的成功做滿一天了 因為 對做滿一天我真的領了一千五 第二天就沒去 因為好累 他雖然沒有叫我推那個東西 但是就是爬上爬下 然後就有點像學徒一樣 就抱什麼水泥 扛到幾樓啊 什麼之類 反正就很累 最開心的時光就是 中午放飯的時候 看到工地在那邊喝飽一打 然後吃便當 然後便當就幾乎是無限吃啊 啊我那時候二十出頭 我可以吃兩個便當 三個便當 那就很開心 反正就是 啊反正我的 容易知足也容易放棄 我沒有放棄 我跟你講我很肯幹 自尊心 喔 對 然後我做過汽車美容 啊汽車美容是為什麼跑掉了 我是被開除的 喔 為什麼 你偷看人家車出去嗎 不是是我們洗過很多車 然後有那個清內裝 然後我把人家零錢全部洗掉 久而久是被店長發現 然後我就被fired 你真是偷竊的行為 我那時候才十六歲 還不能復用我的時候 我記得是國中畢業 十五歲多 國中畢業我去做汽車美容 我那時候是覺得好玩 沒有覺得是在偷東西 我覺得乾吸塵器 然後在地板上可以吸到一些零錢啊 到後面我就乾脆直接把人家零錢 蓋打開這樣 我吸了很多啊 對啊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的判斷能力啊 所以我就說 有一些酸民都是來自於國中生 高中生 這是確實的 那也不能說 所有酸民是國中高中生 是因為那個時期是沒有太多的思考 跟判斷能力 對我那時候也沒有覺得說我要偷錢啊 我只覺得這樣好好玩 就有車進來騎 哇我要清內裝 我要清內裝 因為我可以吸很多錢 對啊 對於什麼事就 反正大家都當過國高中生啊 那時候的思想 絕對跟現在有所差距 對啊 你看就像我以前覺得 唸大學有什麼了不起 但我現在是 多渴望想唸大學 你現在可以回去唸啊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了沒 但是 有機會進修 當然是可以進修啊 因為我後悔沒唸大學 是因為 我覺得我學到的詞彙太少了 我沒辦法跟人家 可是大學不會叫你詞彙 對啊 大學是教你玩 但是你 大學 我說的詞彙是指說 跟人與人的應對 交際 你沒看到 我現在我要跟人家吵架 我吵不贏別人 因為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吵 對啊 因為你出了社會 你會遇到很多牛鬼蛇神 遇到很多人想陷害你啊 什麼之類 那你發現 現在大學你可以有很多 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不管是住在一起啊 什麼之類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我就沒有跟太多陌生人有交集 然後你看高中生 一言不合就打架而已啊 你在社會上 對啊 你在社會上哪可以這樣 你在社會上 假如說誰弄你 又不是說打他就可以解決了 別人都是用絞 絞盡腦子想辦法陷害你 但我沒辦法 我就單純啊 我就覺得說 不爽就是吵架打架而已啊 所以我念過大學 我可能就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來處理這些社會事 所以我沒有體驗過夜店 跟酒店 酒店大學也體驗不到啊 其實會啦 你自己 是嗎 酒吧 酒吧跟酒店不一樣啊 反正我就不涉獵那一塊 所以我本身也不喝酒 因為我爸有跟我講說 不良嗜好你可以有 因為那是解決壓力的一個方式 他說醃酒檳榔你就可以選一個 他說千萬不要碰毒 所以我就真的很聽話 就只是選一個 我只抽菸而已 我覺得這是個人的壞習慣啊 那我們就不要在鏡頭面前表現給別人看 不要說我會抽菸 我做自己抽菸給別人看 那一些小朋友他們不懂 會覺得說網紅抽菸他很帥他也要學 那我當初學的抽菸就是因為那個 覺得很帥 高中學長他們在抽 然後整天在奪教官 我就覺得好屌 我也想要被教官追 什麼東西啊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有被忌大過啊 然後打架 我也覺得打架很帥啊 對啊 打架 你就是要打架 打到那個流血 然後回來坐在客桌椅上面 然後一直喘 然後就有很多人來關心你 啊明明很痛 渴望 什麼東西 渴望關注 對 但那時候是真的太狂了 反正就是壞學生 本身也不喝酒 我去夜店去酒店去酒吧 次數真的一隻手就可以數得出來 要不是去幫人家作秀啦 不然就是主持啊什麼之類的 就沒有單純過去過 唯一去酒店的那麼一次 就是去拍片 哦 對啊 就拍娛樂搞笑的影片 對啊 然後就沒有真的去酒店體驗那些東西 那你想去體驗嗎 不想 因為說真的 我們現在是記者 因為妳 請問尤先生 你現在覺得想去酒店玩一下嗎 男人去酒店 要嘛就是喝酒嘛 要嘛就是玩女人嘛 就這兩種 我不知道 談生意你不用玩女人嗎 我不相信 談生意為什麼要玩女人 啊不是要有人在那裡 跟搂搂抱抱抱展現出你的王者風範嗎 通常 我聽到的是這樣 我看到的電影也都是這樣 哦 您敢說不是嗎 我是不知道啦 對啊 啊我需要什麼女人 不用去那裡 就有人在 就是想要靠近你啦 哦 對啊啊所以說 你說女生缺不缺 其實不缺啦 但是交女朋友就很麻煩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欸 工作人物為什麼不能交女朋友 是不是把自己地位看太高了 覺得自己交女朋友會掉粉什麼之類的 不是是因為我們自己工作很麻煩 要飛來飛去在疫情之前啊 嗯 到處跑你根本就沒辦法照掉女朋友 你就算交到了 他會覺得說啊 你怎麼都沒有把心放在他身上 加上喔我之前拍的 你看突襲很多女生啊 你看別人都覺得我很多妹 那我女朋友不會這樣覺得嗎 所以你必須要交到一個很體諒很體諒你的那種女生 但這個應該絕種 對啊如果說真的可以交女朋友 我應該選擇普通的那種啊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說我一定選得很漂亮甚至很好 我跟你講那種東西就是可以看不能碰 呵 那種太可怕了 哦 你是不是騙過 有啊 被騙...好幾次吧 是假的 你自己也知道 誰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 幫人家買東西啊 然後以為可以... 得到真愛啊 哦 謀商在說誰啊 很多啦 媽的 就會沉船耶 哦 所以我們的日子其實 我們個人當網紅的 我不知道每個人是不是 但我是覺得很辛苦 你看你有錢又怎樣 我寧可當一般人 小花朵可以隨地在外面尿尿 我不行耶 我也不會隨地在外面尿尿 一般人可以做的事情我們不能做 你說多不公平 沒辦法你賺的錢跟別人就是不一樣 你有所限制 就像你可以戴著口罩拍片 我不行啊 我戴口罩拍片 我說疫情之前 覺得不專業喔 什麼之類的 好累喔 看這支影片完全就是 只有想要了解我的人才會想看得下去 不然誰會想要了解我 但是說真的啊 你了解我後 你就可以知道不同的有否息 因為台上跟台下是真的都有差距的 因為台上我就是要表現出 那個人設讓大家注意到 所以會非常的over 那你私底下不可能是這樣啊 像九孔說過一個故事啊 九孔 對啊 媽媽那年代的諧星 我知道九孔啦 我以為你是要講孔子 然後講九孔 九孔啦 你看你在路上遇到粉絲粉絲說 欸九孔欸 看你很好笑欸 你可以搞笑一段嗎 九孔就覺得說 他已經下班了幹嘛搞笑 對啊 所以每個 也不能說每個啊 幾乎都是這樣啊 台上一個樣子 台下一個樣子 那你不能說啊 我突襲 突襲系列 然後都在紋人家內褲 我私底下會去紋人家內褲嗎 不會嘛 那也是做出來的效果啊 我知道這樣會有人看 所以我去做啊 那我們做這種娛樂節目 不是要博版面而已 有些網紅在螢幕上面 會一直罵髒話 但是私底下不罵 死都不罵 因為我們要分得出什麼 哪時候是工作狀態 哪時候是下班狀態啊 如果下班狀態也是跟 拍影片那些 我會累死欸 對啊 我整天 哇 大內褲怎麼辦 我問你內褲私底下還在這樣 我看會不會很累喔 你會被暴擊 對啊 你看我螢幕上面呈現出 很多 認識很多妹啊 感覺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但我私底下就是很窄啊 就待在家啊 又不是像影片上面 喔幹 隨著喔電話一打 那妹就來了 對啊 雖然是可以啊 但是私底下就不會想要 做上班要做的事情 好了 我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我知道這支影片 可能不會很多人看啊 但是至少看過的人 就可以知道我是怎樣的人 相聽就可以知道喔 大概知道我 經歷過的故事 對啊 因為可能有些人 就覺得說我是爆紅的啊 就是可能覺得說我 錢很好賺啊 就拍拍影片 就可以賺很多錢啊 你看過這支影片 喔原來我是 結果 都這支影片出之後 還被斷章取引 啊更慘 沒辦法啊 我們都要接受啊 怎麼說 我們拍這支影片 一定會有算明說 你就是想洗白啊 編這些故事出來 無所謂啊 就沒辦法 我們做這種 觀眾最大嘛 對啊 我們既然選擇這種行業 想做就要把它做到 你江朗才進 啊很多人都會說 啊沒梗了啊 過氣了啊 包包回家啊 就叫我們不要再做這一行 但我就問嘛 你在學校成績差的時候 老師可以叫你說 啊你成績差 你不要來學校了 不會嘛 你還是要把這三年給讀完啊 對啊 這才是正確的態度嘛 人生有起有落 你要經得起考驗 你就能勤人生啊 人家說我過氣 其實我是開心的 就代表我曾經紅過 那我紅過我就爽了 我就比別人多一層里程碑了 對啊 我過氣我只是變成普通人而已啊 就跟大家都一樣啊 對啊 只是我現在沒有什麼好說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過得還滿爽的 你有覺得嗎 蛤 在最紅的時候很累 我是沒經歷過你最紅的時候 我不知道啊 最紅的時候真的很累 就是 好你今天上班晚上 明天可能你睡兩三個小時 明天就要起來拍戲了 哦 啊一下要 環島公益 十四天 十六天 哇那個真的是很累 小花都我經歷過 啊我們是要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那種 對啊 我寧可保持現在這個狀態 人家說過氣 啊對對過氣了 真好 就是是時候可以休息一下 對啊 啊你看然後你說 你這樣講 人家就覺得說 哦賺夠啦 當然是這樣 好煩喔 所以 以前我會去理會酸民 現在不會啦 現在 就是 我就常講嘛 就是這些酸民 就是不要輕易的 原諒我 因為 你們是我下一次成功的養分 我把你們講的話 全部都記得 下一次成功 打你們 打你們 哈哈哈哈 我現在過得很好就好 因為很多人都說 哦我車賣了啊 是不是沒錢啊 就隨便他們講嘛 對啊 可能我還有一台直升機 停在頂樓 他們不知道 所以 但是我也跟你講 我再也 我擁有的東西 我再也不會跟大家講 就是好假如說 哪一天我買了什麼 我也不要跟大家講 因為大家只會覺得說 你得來很輕鬆 嗯 他們不知道你怎麼賺來的 不知道你怎麼賺錢賺來的 唉 背負著一些 那叫什麼 莫須有的 莫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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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須有的 黑名 哦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我壓榨員工啊 這傻眼 哈哈哈 被壓榨死了 每天11點上班 6月12分 哈哈哈 然後我再去自己煮飯吃 還可以說 我現在頭有點混 我想去睡一下 呵呵呵 算啦沒關係 我覺得人生是自己的嘛 人家講 真的是人家講啊 他又不能改編你的故事對不對 不過你這故事也講蠻久的啊 廢水處理一場 這之前就聽過 只是沒有很仔細聽過而已 對 哦 那我們影片到這裡結束 謝謝收看西老闆日常 呵 這樣啊 好長喔 怎麼會見啊 反正想看了就會想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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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